日濟水 unch of the future 埔里的手工造詞 應該最受到從日濟時代 日濟時代 日本當初他們一定是戰爭 然後他把台灣當時 就是物質提供的基地 就找到埔里這個地方 因為第一個水你要衝煮 第二根水源又要好 這樣硬度又不高 又沒有含很多的礦物質 所以它做出來的質量不容易變色 他們經過調查 經過分析 又跟他們日本造成的重症是幾乎一樣 所以他們就決定在這邊增產質 主要的手工質就是一年生兩年生的植物 每年採收 然後它一直成長 我們譬如說這個砍下去它又要重新再種 是一直循環在使用 生生不息 這個叫做燕皮 它是屬於瑞香科的落葉棺木 把這個皮剝下來 這外皮其實它有兩層 一個是咖啡色的 然後咖啡色的裡面還有一層綠色的 就是在潮濕的狀態 我們就這樣刮 如果全部用刮的 是把這兩層都刮掉 然後另外有一種方法就是 這個採收下來把它曬乾 這個曬乾了以後再拿去蒸 用蒸的它這個外面就會掉 燕皮最早要泡八個小時以上 這樣子它有一個 第一個把它泡軟 第二個就是把一些木質素 什麼東西也可以把它泡掉 這樣子來後我們再拿過去蒸煮 藥品盡量減少 這樣它才不會去破壞到那個鮮 我們把它移到這邊來 然後用水把它清洗 所以清洗呢 第一個我們當然把裡面的藥品 洗掉以後 還有它一些表皮啊 也可以用清洗把它洗掉 這樣那個樹皮做出來才會乾淨 儲存差不多一個禮拜 以後再拿來這邊漂白 這邊漂白我們用的是一般就是漂白水嘛 然後這漂白直接也不一定 要看那個樹皮的種類 漂白完了以後還是要再清洗一次 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清洗 就是盡量要把那個殘留在裡面的那個 像蒸煮的蒸煮的蘇打啦 或是說我們漂白的漂白劑啦 一定要把它清洗乾淨 這樣來講的話 才不會殘留在我們做出來的池裡面 打漿的時候 我們要分配出一把 所謂的打漿不是把它只是單純地打散 我們還要測它裡面的那個打漿的程度 我們打漿的時候 是把一根纖維把它軸化 把一根纖維打成分叉 這樣它做出來的紙 它結合力才會比較強 因為本身的纖維它就是長短之分的 然後你那個軸化的話 並不是把它切斷 它是打成分叉 打的時間越久 它軸化的程度越高 超紙的時候有分種手工跟半自動嘛 那因為純手工它畢竟有它的特色啦 超紙的時候要增加它的水裡面的黏度 它叫做分散劑 天然的話呢 叫做麻辣巴黎的樹根 挖豆漿這一類的東西 去泡水 就會產生黏液 它就用這種天然的東西有一個方式 這種天然的東西一天它就水質飄移 所以它不會殘忍在一起 二分散劑就是 把那個鮮耳都讓它分散開來 它不會結成很反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用處 就是你在撈紙的時候 因為黏度增高 它過粒的速度會更慢 所以它似乎才有時間 把那個紙漿擺動 讓一張紙比較平常 我們在操紙的時候 純手工的 今天要更厚度 因為它的濃度是由高變低 會影響到它的均勻度 它的厚度 所以說這個 這似乎還錢靠檔的經驗來判斷 這個紙疊就變成紙豆腐了嘛 把水分壓掉嘛 我們當然就是隔天 因為那個撈出來的紙疊 那個紙疊含水分還高達95% 壓到剩下60%的水分 木頭都是這樣交叉的疊起來的 你一定要讓它平均的受力 你這個單一點 你壓下去那個紙整個就破掉了 大概來講就是要6個小時左右 這個紙疊就變成紙豆腐了嘛 然後那個紙疊 然後就我們移到那個紅紙那邊 那紅紙那邊再一張一張麻雀開來 鐵板加熱是它鐵板是裡面銅的蒸氣 那就是有沒有鍋爐 鍋爐然後有蒸氣 然後有銅蒸氣 銅蒸氣裡面這樣子它的溫度才會離手 我們要把它刷 一般我們那表面溫度差不多都是85度 85度或是95度這樣子 再把它疊起來燒起來 那收起來又有一個很高的瓶剪布 那我們這邊的瓶剪就是 我再瓶剪一次 再把不良品再氣瓶一次 或是把紙弄得整齊一點 然後這樣裁切起來才會整齊 那裁切當然就是有需要的尺寸為主 裁切的時候是我們裁起來的邊 有的可以回收 有的不能回收 那要分類 還是要原來的直接把它分類 這樣才不會所有的原料補在一起 手工只會有它的每一張匙的每一張匙的 每一張匙的每一張匙的 你要有好的條件 好的原料好的水質好的資源 然後還要好的步驟 當然做出一張紙 所以這把紙弄得了 用力的壓力 有的良好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不用擔心 大家可以幫忙